大家好,这里是明镜电视的明察秋毫节目,我是主持人Nary 周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工作繁重的一天 偏巧今天的内容又是一期有点烧脑的节目 但是我想,与其播报一些让人烦心的坏消息 这种智力上的挑战,似乎更让人安心 事实上,我相信我的听众们绝大多数都是不愿意稀里糊涂活着的人 在混沌的世界里能够把自己的认知向前推进 哪怕一小步,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今天的内容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Kate Grisley博士 接受Esra Klein访谈事后的讲话 他从人类哲学和伦理学的思考中 为我们解答了一些关于堕胎的伦理学的问题 首先来说,这种学院派的严谨的伦理学的思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可以了 人不能杀,东西不能偷就可以了 正如我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什么相对论 我们只要模糊的知道这个世界有一群科学疯子们正在寻找另一个宇宙 但是正是这些严谨的学问和思辨 实际上是为我们设立了一个思想的坐标和道德的框架 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想那么清楚 正是因为这些专业人士们在替我们思考 我们的模糊和懒惰实际上是一种奢侈 一种在别人摆好了饭菜之后的享用 而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些饭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对烹饪没有研究 但是我对这些思想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我充满了好奇 好,在关于堕胎的讨论中 民众自动的分为两派 一派管自己叫pro-choice 支持选择派 一派管自己叫pro-life 支持生命派 支持选择派的理由是这样 说生育是女性的权利 女性享有身体的自主权 性生活的质量权 以及生育权等等 但是这儿有一个问题 如果胎儿被定义为生命的话 那么女性以上的几乎所有的权利主张 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你不能以牺牲另一个人的生命为代价 来争取你的这些权利 对吧 那么问题的解症就在于 胎儿是否是生命 这个无论是在哲学上 还是在伦理学上 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反对堕胎的支持生命派 他们也分为两类 一类呢 是因为宗教的理由来反对堕胎 而另一类是因为世俗的理由来反对堕胎 好 我们分别来说 宗教理由反对堕胎 在美国主要就是来自于基督教 但实际上更准确的说 是来自现代教会对圣经的理解 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之前介绍过这情况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研究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 圣经中并不认为胎儿是生命 怎么讲 在出埃及记中 神对摩西颁布的律法中明确的规定 他这样说的 人若打人致死的 必须把他也致死 但是 他接着说 如果打架伤害孕妇导致孕妇流产 随后没有别的伤害 那么伤害他的人 要按照女人丈夫的要求 由法官来判断赔偿 好 这儿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 女人的生命是生命 你伤害了一个女人的生命 对不起 你等价来赔一条生命 就是以命偿命 这是神给摩西的律法 但是呢 胎儿如果死了 并不需要伤害者偿命啊 只需要赔钱就可以了 这就是说 在圣经中 基本上认为 胎儿是某种财产 是可以以财产赔财产的 所以圣经本身 他并不认为 胎儿是生命 好 如果我们不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问题 还有另一派是因为世俗的理由来反对夺胎的 那么就世俗的一般的观念来说 胎儿是生命吗 这儿Grisley博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 抢救胚胎的思想实验 我们假设有一家医院失火了 你现在需要选择从两个箱子中 选一个赶快抢救出去 其中一个箱子里放的是刚刚出生的婴儿 而另一个箱子里放着五个正在培养的人类胚胎 请问你选择哪一个先抢救 那有正常理性和正常情感的人都会选择去抢救那个婴儿 对吧 好 但是如果你认为胚胎就是生命的话 你等于是在五个生命和一个生命之间 选择了抢救一个生命而放弃五个生命 这就说不过去了 这个思想实验的本质是告诉我们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把胚胎这样的东西看作是人类的生命 所以把胚胎看作是同样价值的生命 这个命题本身在这个思想实验中被人的本能给否定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 试管婴儿IVF技术是治疗夫妻不孕不育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现在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个技术的 但这个技术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要人工受精多个卵子 培养这些受精卵成为多个胚胎 然后挑选一个最健康的胚胎 植入母亲的子宫 那剩下的胚胎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毁掉了 那么如果胚胎算是生命的话 摧毁胚胎不就等同于杀人吗 问题还没完 再往下发展下去 你会发现 如果你认为受精卵或者胚胎就是生命的话 整个人类医学的结构都必须重新调整 因为如果胚胎和早期妊娠的胎儿算是生命 那么正常的生理性的流产 它意味着什么呢 这不就意味着至少是你抚养孩子不当 而让孩子死亡吗 因为实际上绝大多数流产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可以给孕妇以超高级别的安全检测和休息 来让这个妊娠安全 如果我们让胎儿死去 在道德上就等同于父母疏忽而让孩子死去 如果这个伦理观念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将大幅的改变我们整个医疗体系和它的资源配置 我们需要放更多的重点在预防流产上 那孕妇从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就必须要接受最安全最严格的监护 因为任何可预防的流产都会被看作是照顾不周而导致孩子死亡 这个逻辑推下来就是这样 所以那种只要是人类组织 人类受精卵 人类胚胎 就必须认为是人类生命就具有了生命的位格 而终止这样的生命就等于杀人 这种观念显然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自洽 实践上 你也会导致对人类社会产生革命性的后果 好 那么如果胚胎还不算是人类的生命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胎儿才算是人类生命呢 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类从胚胎到新生儿 什么时候开始才算是一个符合伦理意义上的人类的生命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叫古堆悖论 这个悖论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欧基里德的学生 他叫欧布里德斯提出的哲学悖论 他说一粒骨子你显然不能叫古堆 对吧 再加一粒呢 两粒骨子还是不能叫古堆 那就这样一粒一粒的加下去 最终你肯定是一个古堆 对不对 这个悖论是问 从哪一粒骨子开始 这些骨子就能够被称为是一个古堆呢 如果你没有任何一粒骨子 可以作为判断古堆成立的标准的话 那么这个古堆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这就是一个哲学上的悖论 人类的孩子从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开始 最终发育成一个能够脱离母体的新生儿 整个这个过程我们是找不到一个确切的点 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胎儿就是人类生命了 就具有生命的位格了 终止这个生命的继续生长就是杀人了 我们找不到这个点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了 其实人之所以为人 除了我们上面说的那种简单的 只要是人类基因的生物就算人的这种生物标准外 还有一种所谓能力标准 capabilities view 就是说人的生命的位格是多种能力的综合 我们必须要有认知能力 有情绪能力 有逻辑判断能力 有爱的能力 有责任的能力等等 是这些能力的组合组成了我们的人格 所以一个脑死亡的人 他因为不具备这些能力 因此不能够被判断为一个有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类的生命 所以才可以放弃维持这种植物性的生命 那这个听上去好像也不难 我们只需要通过神经生物学来研究一下 胎儿从什么时候开始基本上具备一些这些能力 不就行了吗 但事实上这个不但很难 而且结果会让我们非常尴尬 怎么讲 我们先暂停一下这个烧脑 我们来回忆一下像《星球大战》啊 《星际迷航》啊 这一类的科幻电影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电影中有大量的外星生物 它们有可以和我们人类交流的能力 它们有我们上述的这些人格构成的这些能力 但是它们不是人类啊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 这些能力并非是人类独有的 那如果你去按照这些能力去判断一个生命的位格是否成立的话 一头猪的这些能力远超过一个人类的新生儿 那我们还能愉快的吃肉吗 人类的新生儿的这些能力是非常弱的 如果我们说 它们已经具备了这些生命的位格的能力 它们的生命就已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猪是肯定不能再杀了 有一种反对堕胎的理论是这样的 它说既然我们无法区分从哪个时刻开始生命才有了人格意义的话 那么我们就从受精卵开始嘛 这个起码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开始点 这种说法其实也存在矛盾 比如说啊 为什么18岁才能够参加投票 那为什么不是17岁半呢 为什么不是17岁零9个月呢 既然我们无法分清哪一个年龄的人才是真正成熟了可以投票的话 那我们就从婴儿开始吧 婴儿都可以开始投票 因为婴儿出生起码是一个明确的开始点 这是同样荒谬的 Grisley博士说 如果你非要去找这样一个明确的点的话 那么婴儿出生可能会比怀孕更适合做这个点 因为法律你只能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但是Grisley博士强调说 我们需要避免一种生硬的分段的思维方式 在某一个点之后 那就是神圣不可侵犯了 在某一个点之前 生命就没有价值了 他说不是这样的 由于人类生命的复杂性 这种截然分段的做法 只能是因为法律必须明确 必须有操作性 而带来的某种代价 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代价 如果法律规定在某一个节点上不能够再堕胎 那么之前的堕胎也依然是我们生命的损失 之后的不允许堕胎 也依然可能是对母亲权利的侵犯 伦理学和法律在这个上面并不完全重合 好 通过以上的烧脑 我们其实并不能够立刻的解决堕胎规定的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到 支持选择派比支持生命派 更具有伦理学上的优势和逻辑上的严谨性 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太重要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收获是在 Grisley博士的讲解下 能够更深刻的理解人类生命的意义 我们生命的开始并不完全是因为 我们的细胞开始生长 也不是因为上帝说胎儿值多少钱 我们生命的意义可能更符合存在主义的观点 使我们一些能力的逐步的成长 我们其实都可以仔细地回想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是从哪一天开始才真正的算是一个人呢 好 今天的明察秋毫就到这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 我是主持人Nary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